欢迎来到成兴娱乐生活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教主说圈内小花生 蜡木养子 迪丽热巴肖战二搭 青三行困难重重 Q 教主 蜡木养子在雨凤行里的女二要被患了吗 看网上有这个说法 说只要是因为她窝蜂剧的缘故 再加上选脚语书里描述的绝世美女不符合 哎 没有听说要换脚的消息 我叫刘金凤这部剧的确因为服 画到窝蜂的事情被网友自发抵制 但是因为这是部小成本网剧 而且剧里也没有大流量 片方怕事情闹大就一直不敢营销 敲么敲的家更就把戏赶紧给播完了 但是因为这部剧的原因 还要同期星汉的预告片 引起上面注意了 很多剧也开始了自审自查 包括日后也会更严谨的在这方面进行审核 不过被拘的更多还是投资方和负责 浮道化的外包公司 演员也有责任 但是直接关系没有那么大 所以之前的剧不会对演员造成太大影响 如果现在已经加强了这一套审核门槛之后 演员还是铤而走险或者没有这方面的危机意识的话 势必会被加倍的潮 腊木羊子本身也不是走美女路线的 这点她和片方都非常清楚 所以片方选择她自然有自己的考量 不过她之前在《50里桃花物》综艺里的表现也被网友说 两面三刀之类的 再加上刘金凤剧的瓜 她后面肯定会低调拍戏 不敢轻易营销了 Q 迪丽热巴肖战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好期待两位颜值超高的演员合作 等的心碎 A 后台很多问两位的 但教主应该是说过 两位目前没有要合作的消息 所以暂时是没这个可能 而不是教主不回答 说说两位吧 肖战现在有个姐弟练题材的本子接触 这个剧教主之前也说过 那时候谈的就是她 基本是定了 迪丽热巴这边没定下部剧 还在接触还在谈 她接下来倒是有综艺邀约 至于合作 那的是有合适的剧本 档期等等 还要有平台或者制作方等去促成 可能以后会有吧 毕竟娱乐圈是个圈 合作什么的来来回回 都是那么些人 Q清三行现在是不是更是困难重重了 本来要给男主换脸 如今又加上了一层以窝戴华的争议 现在岂不是造型 至今都要中稿了 哎 没有以窝戴华这阵风清三行也抬不上来了 教主之前不是说过吗 早说说过补拍 男主呢 换脸也是没个准信 总之到底重新制作了没有 如果没有是要什么时候重启 没有人能给个准信 而且记得在爆爆料理也讲过 男主没有审判结果出来前 赔偿金也谈不好 这就会很影响郡往后的发展 以及补拍是否顺利 不用总盯着这句了 无论以窝戴华不戴华的 他目前都是躺尸的状态 有消息教主会说的 同样是考编 为什么对易阳千玺和刘浩然的反应截然不同 这几天不仅有雪糕刺客 还有了大家嘴里的编制刺客 也有人说了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可是同样是考编 为什么2020年刘浩然考梅矿文工团 话剧演员的时候就没人说呢 到了易阳千玺考国家话剧团这里 就是占据了原本就没几个的名额 看看国画成员 孙宏雷 陈建斌 张子怡 刘叶 秦海璐 袁权 丁嘉丽 李玲 佟大伟等 也有刘佩奇 刘薇这些老戏骨 也有关小彤 张艺兴等流量明星 这些年很多明星都悄悄考了编制 真的不止四个字啊 瞎分析一下原因啊 热度不同 其实 易阳千玺有更高的国民度 刘浩然不像易阳千玺 王源 王俊凯的Tiff Boys 是大家看着尝起来的国民小偶像团体 似乎感情更亲 也会有邻家的感觉 时间问题 撞枪口上了 因为今年就业环境差 甚至还不如去年 招聘机会少 财源多 现在大家都想尽体质 你一个明星也不缺钱 还跟普通群众抢机会 前两年就业环境还没有那么明显 到了今年 大家挤压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了 公平问题 说是不用考试 很多人不满 国话我不敢说 曾经北京仁义宣布将开办表演学员培训班的时候 盛况空前 各种神仙都来了 但是名额有限 进了基本上就进入话剧圈了 机会难得 十分高端啊 有人说他没演技 确实没法评价 可是这个话剧院里的明星多了 难道都有演技吗 所谓国际出名 当了电影节评委 综艺评委的国际谁 瞪眼 姜应 那就有演技了 其实不可说一点的就是 易阳千玺相对草根 这几年一考的考生 家里不是富二代 就是什么二代 连心理逍遥算是这个圈里没什么人的了 但是也不是普通家庭 易阳千玺比起某些人来讲 不说自奔那方面 他没有那谁那么硬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